好,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啊,继续来上课,那么关于刚才这个透骨图呢,我给它保存起来啊,啊,你们刻刻刻后啊,跟这个透骨图呢,自己总结一下,好啊,啊,放中面上,啊,就。 好,呃,那么这个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啊,继续来讲一些原理。 回到这个图里面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做第五步啊,接下来我们就剩两块了,一个是做实验,当然在说做实验之前呢,我们肯定还是要做什么呢,这个中间人攻击的一个原理,好吧,这儿一个请参详中间人攻击原理,这个,这应该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接下来我给它画的图片啊,啊,我这图片基本就代替这个什么了,啊,代替这个黑板了,是吧, 因为这个,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画图的,是吧,那图片的话,叫什么,啊,来了还是尽量能听一听,是吧,那个,那个图片,那个图片,还有后面这个,是吧,来的话呢,大家就尽量这几天,私续都在这儿放着,是吧,私续都在这儿放着,是吧,私续都在这儿放着,那么来看啊,来看,呃,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中间人攻击原理,啊, 攻击原理,那么首先的第一点啊,所谓中间人攻击原理,一说是个协议,大家都知道啊,它利用的是什么协议呢,利用的什么,ARP协议的漏洞啊,所以说,凡是跟攻击有关系的,都是跟漏洞有关系的啊,比如说今天下午咱们讲那个 破解W7密码,破解W10密码,破解XP密码,破解2003密码,破解任何系统密码,它都是有个漏洞点存在的,那反过来说,如果人家没有这漏洞,或者人家把这漏洞补上了,你就,攻击不成功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一点,所有的攻击手段,都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因为攻击是要站在别人的漏洞的情况下,如果别人把漏洞都补了,那你就攻击不了了,换句话说,你们将来作为白帽子,你们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到别人漏洞,把那漏洞给它补上,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呢,不会被攻击了啊,我们叫安全加固啊,那么说利用ARP协议的漏洞,那我们首先说得了解了解ARP协议的一个原理啊,ARP一个学义原理,是吧 啊,这个是在面试的时候最容易被问到的一个话题啊,说哎,你给我这个ARP接触过吗,接触过,你给我说一下ARP原理呗 他第一个问题问你,给我描述一下ARP原理呗 注意,所以他问的问题不是问你攻击的原理,问你是ARP原理 就是说,先不聊攻击,先给我聊聊这个协议是干什么的,然后就这意思 然后再给我说,那你告诉我他怎么攻击的呢,利用什么漏洞呢 哎,两个话题啊,咱们先来看一下ARP协议的原理呢 实际上就两步啊,就两步 那哪两步呢,咱们得画个图来,来玩这个事情啊 画这个图的话呢,咱们就以这个教室为例吧 啊,以这个教室为例,咱们画一个什么呢,画一个局域网,好吧 画一个局域网,那么这个局域网里面有三个人啊,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分别是谁呢,咱们得有一个人物对照嘛 是吧,这三个人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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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三位同学分别是谁呢 分别是,比如说 圈子,是吧 圈子,是吧 圈子 班长 是吧 还有一个是谁呢 还有一个是 啊 小群 另外一个班长 是吧 哎,另外一个班长坐哪儿了 好,在这儿了 好 这个 今天记得这个做完试验在外王者啊 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啊 中间是谁呢 中间我看一下谁 啊 找个 找个 谁比较坏啊一般 哈哈 嗯 嗯 嗯 紫妃是吧 那就叫紫妃吧 紫妃 紫妃 那位同学 啊 行吧 我以为是个女孩啊 那就对了啊 就问紫妃嘛 他站中间了 好,那三个人 那么这三个人的话呢 那既然他们三个在一个局域网 就咱们这个教室啊 是不是网段的一样啊 啊 咱们这个屋子网段是不是172.29.什么什么的 是吧 啊 咱们做实验的话 咱们就没有必要照咱们真实栏了啊 假如说他们三个地址分别是10.1.1 1 紫妃是10.1.2 然后呢 小群是10.1.1.3 好 那说了这会儿呢 那请问再问 这三个呢 有IP以外 这三个的电脑的网卡有没有另外一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你们应该都知道啊 叫什么地址 麦克地址 有问题吗 麦克地址啊 这个麦克地址呢 比较长 咱们知道是16位的 12位的16精致比较长 为了讲课方便一些 我就不写这么长了 假设圈发麦克地址是A 啊 然后紫妃的麦克地址是多少啊 BB 小群麦克地址是什么 是CC啊 三个都有麦克地址 麦克地址是改不了的啊 实际上是可以改 但是他一般是不能改的 好 那么三个有IP有麦克地址 好问题来了啊 我给你们讲的详细点 好吧 我尽量给你们讲详细点 啊 勾起一下你们以前对王子回忆啊 现在他们说 圈发呢 现在要给小钱发一句话啊 发一句话 我可能理论部分就能稍微多说一些啊 多说一些 呃你们对理论部分做越熟悉 对做实验的效果越好啊 好说这个圈发呢 啊 在电脑上准备给小钱聊圈 给小钱说一句话啊 说一句话 咱们都应该知道 TCPIP五层协议模型是物理层 数据量层 网络层 传统层和应用层对吧 那么在这呢 他在应用 圈发电脑上应用层生成一句话 咱甭管生物软件了 好吧 甭管生物软件了 应用层上面写一句话说 哎 你真 漂亮 是吧 你真漂亮 不知道说这句话 意思是什么意思 反正你真漂亮 然后呢 这应用层 然后在传统层里面 可能是不是要加上多数号啊 啊 多数号 咱就不假设了 咱就在这 写个三个字可以了啊 肯定要封装个多数号 封装这个多数号 是不是可能要有 圆多数号和末尾档号啊 我说这个大家能听懂吗 有圆多数号末尾档号 我就不写了 好吗 好了 这是在传统层 那接下来在网络层里面 可能要写一个地址 哎 我是1221 哎 原IP 我要找谁呢 我找123 这是你的目标IP 这是在网络层的封装IP包头里面的信息 好 接下来这个信息请问 能发出去吗 好 还考察你们这个原理的底润了啊 请问如果只封装成这样 圈发能不能把这个信息从网卡发出去 行不行啊 不行 因为这个数据包还停留在网络层了 是不是还得继续往数据量层走 找到网卡 实际上到了数据量层已经到了网卡了 网卡呢 要负责一件事情 网卡要在你这个数据包前面封装一个针头 后边要封装一个什么东西呢 针尾 我说这个词大家能理解吗 啊 OK啊 这个针头里面有个东西 这个针头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目标MAC地址和语言MAC地址 请问圈发知道小琴的小琴的MAC地址吗 圈发只能说我想给你发句话小琴 你把你的IP告诉我 一般说都这么个套路 你把你的IP告诉我一下 小琴可能说我是123啊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圈发在这个地方才能写出123 这是问出来的 但底下这个针头里面的目标MAC地址 是在前面写 啊 是在前面写的 不知道啊 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先空着 那我的语言MAC地址是 哎 这个是我知道的 那问题来了啊 那前面这个目标MAC地址啊 写什么 我是不知道的 我只问了小琴的 什么啊 IP地址 那怎么办呢 我要尽情问 那有听众老师啊 为什么非得知道它的MAC地址呢 我又知道它的IP 为什么非得知道它MAC地址 请问谁能回答出来 我看你看我呢 就你吧 来 站前回答一下 我们这个数据帧里面 有原IP 目标IP就可以了 已经很明确 谁发给谁了 为什么非得在帧头里面封装一个目标MAC地址 给举手给我回答一下 如果这块不知道的话 说明你们交换机没学好 你站下大声回答一下 那我听一下 基于网转发的 用MAC地址 使用MAC地址 好作假啊 作假啊 他回答的完全正确 他回答完全正确 为什么 他说基于网 再确切一点来说 就是交换机 是根据帧头里面的目标MAC地址来转发数据的 交换机是什么设备 交换机是二层设备 同学们 我说这个达能理解吗 交换机是二层设备 交换机认识IP地址吗 他不认识 交换机会检查这个东西吗 交换机会检查这个东西吗 一个都不检查 交换机只会 也只检查真头 尤其是这个目标MAC地址 然后决定怎么转发 然后你没告诉交换机 你只告诉交换机我要找123 交换机说我不认识这个东西 交换机指了MAC地址 能记住吗 交换机是根据MAC地址来转发的 那换句话说 交换机上应该有这么一张表 假如说这个口呢 是一口二口和三口 那么实际上在交换机上应该有一张表 这个表呢叫什么呢 叫MAC地址表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是吧 这个表在公司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稍后再给他说 那这个MAC地址表呢 他应该写上什么呢 AA是挂在一口上 BB是挂在什么二口上 CC是挂在什么三口上 那这个MAC地址表 关于怎么形成的 我就不再给他讲了 就故意要给他讲这东西 我也得给他讲两两小时 对吧 这MAC地址怎么形成呢 反正你就记住一点 这个表从来不需要公众师去配 只要这三个人往下一颤上去 这个表就自动形成 交换机会自动学习你们的MAC地址 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表是完全自动形成的 那换句话说同学们啊 看啊 这个真 如果你不封装目标MAC地址 圈发从网卡发出来给交换机 交换机就懵逼了 交换机只简单这东西 交换机说了 你要找谁啊哥们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你要找谁 对不对 你得告诉我 所以说圈发现在就必须要知道 小群的MAC地址 而我就不知道小群的MAC地址 怎么办呢 哎 那你会发现这个信息 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真 就只能暂时换存起来了 因为它发不出去 能明白吗 就是我向小群说的心里话 我发不出去了 只能在网卡里面换存起来 能听明白吧 然后接下来 那个网络层有个协议说了 谁啊 等等吧 我来吧 我来吧 那么ARP协议开始闪量登场 首先我们明确一件事情 ARP协议属于网络层协议 那这网络层协议 它原理是什么呢 接着咱们正式来说 这时候 同学们注意 在圈发的电脑上 在圈发的电脑上 有一个这么一个协议 叫ARP协议 实际上不关它电脑上 咱们论回一台IP设备 像手机iPad都必须有这个协议 没有这个协议是不可能的 这个协议呢 声称这么一句话 声称这么一句话 说我 我是10.1.1 我的Mac是什么呢 A 然后底下一句话 说谁是 这个可以通过抓包来发现 谁是10.1.3呢 啊 你的Mac 是 我玩 是不是打点问号啊 好 注意 这个是不是在网络层封装的协议啊 注意 ARP协议是网络层的啊 网络层的协议 他在网络层封装好这句话之后 他要把这个信息怎么着 广播出去 让所有人都说到这个信息 所以说呢 这个ARP协议 在他网络层也要传到 这个圈发的网卡电脑上 网卡上 那么这个圈发网卡呢 很有意思啊 在你这个 麦克地址 在你的也要给你封装一个针头啊 这针头写的是什么呢 是FFA 原麦克地址是A 目标麦克地址是12个F 你们告诉我12个F是什么地址 什么地址 广播麦克地址啊 广播麦克地址 也就是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看啊 这个信息啊 这个包就已经成功的 从圈发的电脑的网卡 发出来给了交换机 交换机 我问一下交换机指采 什麽 是不是指采 这东西啊 麦克地址 一开 哎 这个12个F 这个12个F全球所有的交换机 必须得知道这个麦克地址 那就是所有人 然后这就是交换机呢 一看你的木耳麦克地址是FF 连表都不用看了 直接把你的针复制N份 向所有的其他端口 如果有的话 向其他所有端口 把这个针复制出去一份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请问子飞受到这个ARP广播之后 他会打理吗 会不会打理他呀 不会打理 子飞呢 也会拆开这个针 发现你问的是123 我不是123 子飞在正常情况下 他会把这个包怎么着 丢弃就开了 因为跟我无关 明白了吗 跟我无关 那么小秦呢就高兴了 小秦说这会问我的吗 这会问我的吗 问123的吗 然后这时候注意看啊 小秦呢就把这个填上了 说把自己的麦克地址填上去了 填上去之后呢 注意他在回的时候呢 也要封上针吧 他这么回的 我的麦克地址是什么呢 是CC嘛 对不对 你的麦克地址A 请问 我都给他写完了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他的回应 他的ARP应答是单播还是广播呀 为什么回应的时候不用广播呢 因为他已经知道谁在问了 对不对 好了 问的问题都是好多白痴问题是吧 所以说呢 这时候回应一个单播回应 好了 那这时候这个回应呢 给了交换机之后 交换机一看 你就不知道给谁啊 交换机才不管你里面是什么内容的 交换机只简单这个东西 你要找A是吧 要找表 A在E口上 好 你这就单独给了全发 全发出了这个信息之后 喜出望外 是吧 那全发呢 出了这个信息之后 喜出望外 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填到这来 啊 而是干什么呢 在自己电脑上建立了一个 大家都应该知道我要写什么吧 这么讲说啊 我刚才终于学到一个人 叫123 他的麦克地址是什么呢 CC 我学到 那为什么要建这个缓存表啊 又是个白痴问题 难道我只向他发送一句话吗 我向他发成千上万个针呢 对不对 我不可能每个针都问吧 哎 自己先建起来 短时间之内的话 这个表不会消失的啊 什么时候你长时间不通信的时候 这个表会慢慢会消失啊 好 缓存表 而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这么负责的告诉大家 漏洞就在这儿了 ARP协议漏洞就在这儿了啊 乖洞咱们先不提 咱们还是把这个原理说完啊 好了 到此为止就完事了 请问啊 如果别人问你 那你能跟我聊一聊ARP协议是干什么的啊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它是已知IP解析Mac地址 这是它的作用 一句话就搞定了 那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发送ARP请求广播 然后呢 目标人啊 发送什么呢 ARP 单播什么 应答 就对了啊 好了 把这两个字反过来吧 反过来听着更顺眼一些啊 ARP广播请求 所以说呢 别人问你原理的时候 不用说这么复杂 就两句话 第一步发送广播请求 寻求目标人的Mac地址 第二步目标人给我回一个ARP应答 到此为止就完事了 如果你要想再多说两句的话 你就再写一个啊 这个接收人呢 会把这个收到的信息 学习到的信息 放到ARP广存标里面去 听明白了吗 放广存标里面去 方便下次再发送 好了 问一下啊 问一下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了 我刚讲了时间一段长 但是现实中这个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我只是把它放慢了N倍 来给它讲这个过程 然后呢 这个信息已经逼了很长时间了 最后呢 这个谁呢 从缓存标里面 把这个CC调到这来 然后 这个针就发出去了 那这个针呢 发出去之后呢 给它交换机 交换机一看 你要找CC 就不再给子飞了 说直接是找这个 给这个三段口 最终小琴就收到这个信息了 小琴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 检查目标 麦克地址是自己 好 解封装 检查目标 IP是自己 解封装 检查目标多少号 然后把这个你真漂亮 你真漂亮 sorry 写错了 把这个你真漂亮 这句话呢 送到箱的端口上去 那么箱的软件 就送到了这个端口 听明白了吗 好 给它完整的 大概说了一下啊 这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 这是它的原理了 接下来咱们来说 它的漏洞点在哪里 漏洞点在哪里 漏洞点在这里 我刚说过了 好 那你说广播 广播也对 但是不完全的那什么啊 说这时候 咱们先说这个 它漏洞点真正的在哪里 在缓存表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继续来讲了 好 继续来讲了 好 突然呢 突然 子飞站出来了 子飞站出来了 正常情况下 子飞是不会给回应的 但是偏偏的 子飞电脑上 装了一个什么 ARP攻击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 向外发送 假的 伪装的 ARP应答 或者说ARP 恐怖请求 它可以 用这个工具 向外主动发送 假的一些ARP信息 那问题来了 来看啊 圈发问 对听啊 这个不要绕 圈发问 谁是10.3呢 请吧 你的麦克地址告诉我 那么小琴呢 会给一个应答 说我是3 我的麦克地址是CC 子飞也回答 说我才是3 我的麦克地址是BB 好 注意 谁说的是正确的呀 肯定是 小琴说的正确的 那子飞说的是不是 假的呀 你明明不是123 你说你是123 然后你的麦克地址呢 是BB 好 那请问 圈发学哪个 这才是真正的原理呢 你没有学到很深的情况下 你这个东西不知道 那是没有用的 你看多少遍书 你也看不出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原理在哪里 就是 圈发这个缓存表 到底学谁 你们注意啊 我说漏洞点 漏洞点在这个缓存表这 所以圈发到底学谁 记住了啊 ARP的原理是 谁后到达 我学谁 哪个应答 后到达 最后到达 我的电脑 我学谁 换句话说什么呢 比如说 小琴的先到了 OK 我的缓存表里面 就会写1230cc 如果这时候紫飞也到了 他说他是3 他是BB 我就觉得我以前学错了 我会瞬间把这C改成BB 有没有发现 谁最后到 谁占光了 听明白吗 这个数据就在随机了 那这个紫飞想攻击的话呢 怎么能够提高成功率啊 哎 正常情况下 小琴不就回一遍了 小琴不可能回第二遍了 回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呢 紫飞不行 紫飞呢 那工具呢 不是吃素的 他可以一秒钟回十次 然后每秒钟都回应 实时给你回应 一直给你回应 弄死你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全发电脑那缓存的表里面 是BB也得是BB 不是BB也得是BB 最后结果一定是BB 在他的心目中 十二三就是BB了 好 接下来我问 接下来我问 全发再向十二三发送的什么 你真漂亮啊 啊 什么这些信息啊 啊 你真的很漂亮 等等这些信息啊 全部 他以为给十二三 但是卖个地址 一粒学多少 一粒学多少啊 BB 好 请问这个信息给了交换机 交换机检查你这玩意儿吗 不检查 是不是只剩下这玩意儿 发现BB在哪个口上 二口上 然后你的信息 你以为给小秦 结果跑谁那儿去了 紫飞那儿去了 这个攻击就完成了 怎么样 紫飞现在能不能看到 紫飞能不能通过工具 把这个针全部给你解开 看看你 你真漂亮这句话 能不能看到 如果你真漂亮 这个位置写的是账号和密码 请问紫飞 是不是就可以 偷窥到你们 不见的账号密码了 如果这时候小秦是服务器 小秦把账号密码呢 人为的告诉了圈发 圈发在访问小秦服务器的时候呢 把账号密码填到这个针里面去 结果给了紫飞 紫飞就获取账号密码了 但是紫飞的话呢 如果说 如果只是这么干 玩不成一个完整的攻击 为什么呢 你的信息如果给了他 这就大家想一想 小秦能给回应吗 小秦收到这个信息没有 没有收到这个信息怎么给回应啊 没有收到回应的话 圈发这边的反应就是 哎 怎么通不了线啊 比如这是个网站 我访问网站的话 他怎么没反应啊 所以说呢 紫飞为了避嫌啊 注意点啊 这个针 同学们 这个针被转发给紫飞之后 紫飞只要把这个信息窃取下来之后呢 然后这个针通过工具 原封不动的 把CC再改成什么 不是不是 把BB再改成什么 CC再给你转发出去 他明白了吗 转发去的结果 是不是这个信息最终还是可以到达小秦的 那么同样道理 小秦啊 给圈发发的时候 紫飞依然可以对他进行欺骗 说我才是10.1 我的卖的力是BB 哎 也可以一个反向欺骗 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最终结果就是 圈发以为10.3是BB 然后小秦以为10.1也是BB 最终的话呢 紫飞作为中间人 能够窃取你们两个之间的数据 我们称为这种攻击 叫中间人攻击 那么这个攻击的话呢 我们也经常叫ARP欺骗攻击 听明白了吗 这个欺骗词就是叫ARP欺骗 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 接下来我问这个问题的话呢 更高深一些 更高深一些 你们在大学里面 绝对没有考虑到这么深 好 我就不往中间走了好吗 我往中间走的话呢 我录的这个视频 生日就小了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问一个问题 这时候 圈发和小秦 注意听啊 圈发和小秦 没有要聊天 他俩之间呢 也没有彼此发送ARP广播 就说白了 他俩没有彼此问 说谁是谁啊 谁是谁啊 没有问 请问紫飞能不能实现 对他俩进行攻击 能不能攻击 就是意思说 别人不问 我能不能 能不能主动发动答 都可以 可以 我一告诉大家 完全可以 换句话说 紫飞现在可以通过ARP 注意听啊 注意听 紫飞 现在啊 假如说这个圈发没有说话 没有说任何话 小秦没说说任何话 他俩的一个电脑放在这 他俩就出去了 或者说各干各的事去了 紫飞呢 开开工具之后 紫飞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实中紫飞一般是这么干的 他会向局域网里面 发送这么一个信息 他一般问谁 这个 他也会生成这么一个信息 这个就给他讲的比较深了 紫飞也会发送 也会生成一个假的报文 这个报文是什么呢 说我是 注意听啊 我是11 紫飞啊 记住了啊 他会发送第一个报文 说我是121 我的麦克地址是BB 好 请问这句话 对不对 假的吧 然后呢 后边问谁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说我是121 我的麦克地址是BB 然后前面给他改成FF 广播出去 请问圈发和小秦 那个电脑 然后圈发和小秦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ARP这个协议的特别讨厌 圈发小秦一看 哎 问的不是我呀 他还不丢弃 他 他不给回应了 但他也先不丢弃 他先看谁问的 他发现121问的 而且那个人BB 然后圈发呢 和小秦这两个电脑 本身就自作聪明 我又 我虽然不用做用达 但我学到一个信息 10.1 是BB 小秦也学到121BB 然后紫飞接着继续往外发送广播 发送200多个广播 我是121我的卖的就BB 我在122我的卖的一 123是卖的BB 这时候公司所有的人 要是所有人都认为全世界都是BB 明白了吗 但是不问一下 使用这个电脑的人有感觉吗 这是不是都是电脑 网络测ARP信息 自动去完成那东西的 这时候你的电脑 发往世界任何一个人的信息 全网BB发 那这个紫飞就赚大了 什么都可以看了 能明白我意思吗 他现在可以这么来实现了 同时呢 还没有说最关键的地方 刚才紫飞向你发动请求 小秦发动请求 可以应答 他全发你就学习 你学习 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什么呢 我再说最后两句话 就是他最可怕的问题 最大漏洞点就是 你只学习后到达的 而不对每一个应答 做身份验证 换句话说 你没有能力去检查 这个应答是真还是微 你没有办法检查它的真和微 所以说 你才只能检查最后的到达 你就学习它 而且大家想一想 这个协议已经被开发出来 四五十年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更新的漏洞呢 因为ARP协议真的很难 去身份验证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我这怎么验证啊 怎么验证 我明白我意思吗 你们将来 万一是个科学家 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对吧 但是我没研究出来 就怎么能拿去身份验证 哪个人证的额价 真的很难判断 所以说呢 ARP协议是当今 在企业里面最头疼的一种攻击了 听明白了吗 最头疼的一种攻击啊 我就说到这 说到这 换句话说的话 我们说紫菲实际上是要进行ARP欺骗来完成的啊 好了 我们在这呢 给他写下笔记 3嘛 ARP 这个 攻击原理 什么呢 攻击人 通过 发送 虚假 的ARP 硬达啊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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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能明白吗 实现ARP 缓存 偷毒 而 受害人 啊 没有 办法啊 我写的都比较通俗啊 知道为什么通俗吗 因为从小中文不 这个语文不太好 所以说的话 一些转文转文嚼字的不太会说啊 一般说都比较通俗啊 没有办法 是吧 没有办法 进行什么呢 换句话说 咱们叫啊 实验证 或者叫真伪验证啊 明白 就用真伪验证 那么结果就是被攻击了 好了 关于ARP攻击 大家听明白了吗 啊 他原理啊 他的过程 咱们明白了啊 好了 接下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啊 这节课呢 我们呃 我们可能演示完 咱们先把环境给他搭建起来 好吧 先把环境搭建起来 然后呢 你们先搭建环境 咱们下一个 再继续演示啊 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说来搭建这个环境啊 搭建这个环境的话 我们首先得开三代训练机吧 啊 我这三代训练机都已经开开了啊 我这三代训练机都已经开开了 咱们来看一下啊 啊 不 都都已经解压了啊 都已经解压了 我用你们的电脑去演示 好吧 我用你们的电脑去演示 我现在你们看到桌面 实际上虽然是用我电脑讲课的 我现在是远程到这个电脑去讲课 所以还是用你们的环境 给你们演示 我们现在来看啊 现在呢 还是打开你们地盘啊 温小飞 训练机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把 XP2003以及凯莉全部解压了 这凯莉的话呢 解压之前是六个G 解压之后这个凯莉系统呢 大概是24个G左右 啊 这比较大啊 这比较大 OK啊 OK 那我建议你们 就如果要往你们自己电脑考的时候 不要考这个解压是虎文言家 我建议你们考这个压缩包啊 我一时候再解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效果比较好 好了 我现在都已经打开之后呢 我现在开始做这个实验 首先咱们打开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XP是不是已经打开了 啊 咱们继续点击主页 咱们继续点击主页 点击打开 咱们再把2003打开 好 然后再继续打开训练机 咱们把凯莉给它打开 哎 大家注意看啊 这可是在你们电脑上出现的 该训练机正在使用中 配置文件啊 获取所有权 试试啊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好了 然后呢 注意 你们这个实验成功与否 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三代训练机打开之后 一定要先还原什么 快照啊 还原快照 好 XP还原快照没得选 XP什么就一个快照啊 点转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2003点还原快照的时候 今天不能随便选了 你们选最后的快照 明白吗 因为我们最后2003 是不是要搭建 Web服务器 搭建FTP服务器啊 我这个快照已经把软件 给你们装好了 听明白了吧 发布服务器的软件装好了 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转道 能记住吗 最后一块照 点试 好 然后 当然这两个就可以先开着机了 先开着机 咱们点什么 复制 是吧 然后2003 咱们开机 2003也是复制 因为是微软系统 好了 唯独是凯利 注意啊 注意 还原快照啊 点快照的话呢 凯利里面是不是有三个快照 也是还原最后一个 能记住吗 还原最后一个啊 然后呢 咱们点转道 好 还原快照之后 内存是保持两个G 你们就不要再改了 四个G的话 实在是有点大 四个G有点改 其实四个G内存效果最好了 但是呢 那个内存比较大 你们要觉得任性不怕的话 你们可以把内存改成四个G 反正这个凯利的内存也大也好用 对吧 啊 然后呢 我们还原快照之后 注意了啊 点开机的时候 咱们点什么呢 点什么 我一动 我一动 好了 那么这三台是不是已经开开了 我现在演示这个实验属于 你们看啊 做哪一步啊 做哪一步 我现在是不是属于做到这一步 开启讯息了 然后干什么 Ping page IP地址 还有一件事情 你们在步骤里面去看 步骤里面应该写什么呢 说将我们这个什么呢 啊 三台讯息机要不要瞧接到同一个虚拟网上去啊 对吧 啊 瞧接啊 好 他们现在先开着机 啊 对吧 这不是我电脑啊 咱们得在这个电脑上 啊 注意啊 做瞧接了啊 第一台讯息机右键点击设置 然后呢 我们把网卡 注意 这个第一个讯息 瞧接到哪个都行 好吧 比如说咱们瞧接到VM9的2 点击去掉 然后那么其他讯息就不能变了 其他讯息机呢 都得瞧接到什么VM9的2上去啊 确定 第三台开力系统 还没开完 还没开机呢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给它改成什么VM9的2 好了 到此为止 三台讯息机已经成功的连成一个虚拟局域网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做第一个步骤的最后一块 出并配置IP地址啊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配置IP地址 好吧 我配置IP地址如果成功的话呢 那你们就也做这一块 咱们实验分两步吧 分两步啊 一会我演示完这个之后 咱们就下课 下完课之后呢 你们就休息 回来之后你们就开始把这环境搭好 你们把这环境搭好之后 我就继续再演示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 咱们这个还没开机呢 咱们就从XP开始吧 这个PIP都没问题应该啊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 然后呢 本地连接 本地连接右键 你们知不知道这块网卡 XP的这块网卡 在我的这张图里面 是在什么位置吗 假如说这是XP 那网卡在哪知道吗 是不是这块网卡啊 是不是这块网卡 这块网卡跟真实机没关系 是迅运机自己的一个虚拟网卡 是吧 好 然后咱们点击TCP-IP地址呢 按照我们的TOP图来配啊 10.1.1.1 研码的话呢 在公司里面一般不禁止使用一个R5 咱们给它改成三个R5 然后网关和DNS不需要配这个实验 点击确定 确定 2003呢 咱们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上面这个按钮 帮它按Ctrl-Alt加Delay它 出现登录界面之后呢 密码是 我昨天告诉大家了啊 123.com 确定 接下来凯莉 凯莉开好了 同学们 用户名都猜猜是什么呀 凯莉是不是Linux啊 Linux用户名都是ROOT 是吧 回车 然后如果说你 凯莉系统 一定要还原快照 还原快照之后的密码是 Security 没问题吧 Security 然后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Curality 然后这个密码呢 如果你们记不住 也没关系 你们打开我的资源 我应该有给大家标注啊 我应该给大家标注 这里面是不是给大家写个凯莉密码呀 打开之后 密码可能有两个 如果你不还原快照啊 是123456 还原快照的话是Security啊 记住第一个字母大写 好 现在呢 就剩凯莉电脑了 这个凯莉电脑的话 有没有发现这个窗口特别小啊 怎么变大呀 点击查看 点击立即适应嘛 哎 就好了啊 然后 注意啊 点击左侧是不是有一个工具栏啊 点击第二个 打开CMD 这个大家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知道这个字体怎么变大一些吗 Ctrl Shift if的加加号啊 我给它变大一些啊 给它变大一些 好了 为了让大家看舒服一些呢 我一般把这个字体呢 不是 把这个背景颜色改成这样 对大家说就能看清了 是吧 命令很简单 咱就没有必要永久配置IP地址了 咱就临时配就可以了 命令是if 很费 注意啊 不是IP啊 是if 很费 控格 ETH 代表什么意思 网卡名称 零是代表第一块网卡 如果当时你们的凯利点的是 我已复制 这块你点零就会配置失败 不信你试试 好 那尽量不要试了 是吧 尽量不要试了啊 控格 10点 1点 1点 几呢 按照我们这个实验拖普图啊 嗯 多少啊 2 是吧 2吗 多么2了 是吧 10点2 -24 好了 回车啊 注意啊 可以直接写这种-24的方式 我写24这个方式 你大家理解吧 就是3-25啊 -8是1-25 -16是2-25 -24是3-5 回车 没反应 咱们可以检查一下 e-f-config t-0 看一下 地址呢 是不是已经成功配成10点2了 好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要怎么着 去拼10点1点1点1 拼那个XP 好 告诉我通了还是没通啊 这是 通了啊 哎 怎么回事了 这是 怎么不停啊 Linnius 是不是默认 是不是一直拼啊 啊 咱们Ctrl加什么 C 啊 中置拼 好了 然后拼10点1点1点3 没问题吧 好 首先这个 这个实验的一个环境 土壤咱们已经给它做好了 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做实验了 好吧 啊 我看一下啊 咱们这节课呢 也讲了四十来分钟了 啊 也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你们做什么呢 我把这文档发给你们 啊 我把这文档发给你们 然后你们做什么呢 啊 你们做什么 跟我一样 开启三台讯影机 全部解压 开启三台讯影机 然后桥接网络 PIP能够拼通 就可以了 好吧 啊 也可以做 现在咱们现在也可以下课休息了 休息二十分钟啊 十点咱们回来 你们接着把它做完 好吧 什么时候做完 我什么时候演示啊 休息吧 休息一会儿啊